好我们来看到国际的紧张情势啊 因为尾巴的状况而升温了 导致欧洲安全同样陷入了警戒状态 法国在发生一名老师疑似遭到了 伊斯兰主义者的攻击之后呢 当地时间18号 有八座机场面临安全警报 总统马克宏就宣布了 国内的恐攻警戒升到了最高级 著名的地雕景点发跨了凡尔赛宫 以及罗浮宫都面临了安全的威胁 那其中凡尔赛宫在五天内 就三度面临了安全威胁 被迫暂时关闭 那其实不止凡尔赛宫啦 罗浮宫的博物馆和巴黎的里昂车站 也都因为炸弹警戒而实施了疏散 但最后都证实是虚惊一场 那另外法国当局也指出了 受到影响的机场还包含了 图鲁斯 尼斯 里昂等等等 再来我们的加萨走廊的医院呢 遭到了飞弹的袭击 造成了人死亡有500多人 目前超过500多人的惨剧 那全球各地也发生了声援 巴勒斯坦人的示威 那数以千计的群众 在埃及首都开罗抗议 举着巴勒斯坦人受伤的照片 呼吁开放进入埃及的拉法 通过禁点 那土耳其的群众则是在 以色列领事馆外面 和美国驻伊斯坦堡领事馆附近 举行抗议 那纽约势力大学的教师 以及学生也发起了示威 在帝国大厦外面抗议 要求解放巴勒斯坦人 连以色列的和平主义者呢 也在美国国会的殿堂内集结 要求停止对加萨走廊的 种族灭绝行动 呼吁立刻停火 那美国联邦众议院周三 针对了新议长人选进行了投票 那前总统川普的盟友呢 乔登再次失利啊 那没有登上议长的宝座 那乔登在这一次的投票中呢 只能承受四名共和党的同僚 跑票了 但最后有22名的共和党议员 反对抵他出任议长 那比首轮的反对票还多出两票 那之前众院议长麦卡锡 遭共和党极右派拉下台以后呢 众院就一直处在于停摆的状态 没有办法处理 迫在眉睫的政府关门危机 以及中东战争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